小姨新生的提带上印制了公式 结果惹出争议 来看看这是新竹市府发放的 小姨新生入学提带 其实图案蛮可爱的 非常吸睛 不过呢 其中上面直角三角形 搭配着A加B等于C这样的图样 结果被新竹市议员指出 如果要呈现的是必是定理的话 那就是错的 因为少印制了平方 对此新竹市府教育局 教育处解释说 提带上呢 只是加减法的示意图 要民众不要过度联想 开学日学生们提着包包上学去 只不过这个入学提带 怎么越看越奇怪 米白色调加上吉祥物 河马乐乐 地球仪教科书等图案 右下角还画上一个直角三角形 下方写着公式A加B等于C 难道是数学公式并式定理吗 可能抢上次造错了吧 新竹市府发放小姨新生入学提带 只不过提带上的A加B等于C图案 遭到质疑 一个直角三角形下方的公式 因为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并式定理公式 但市府印制的公式 烧了个平方是不是搞乌龙 网友家长就告诉我说 这个应该是三角形的B式定理 应该是A平方加B平方等于C平方 这样才对吧 一带上的图示并非B式定理 而是单纯的一个图示而已 而且它跟我们上面的三角形的图案 有一段的距离 新竹市府教育处解答不是搞乌龙 也不是印制错误 A加B等于C的图样 只是单纯加减公式 而非并是定理 小姨新生也不会学到此公式 民众不要过度解读 不过部分家长仍希望市府 未来印制教育文宣品能更为谨慎 解许之前新竹报道 大家请不吝点赞 订阅